暗性不要带成绩了 带终结包你快的 你看A一下就能触发最少12段的伤害 这个伤害的数字一刀过去蹦几十个啊 虽然说这个伤害可能并不怎么高 但是彦祖们 至少成多啊 你就算是刮杀嘛 一下子能刮个四五点的伤害 可是一秒钟能刮三四十下 就这个频率哪个能招得住啊 而且这还是终结暗性 就算是对面有坦克天赋异禀招住了 但是等他残血以后面对终结 你猜他心里慌不慌 腿发不发软 打坦克尚且如此 切脆皮那就是一个字 砍刮切菜 一眨眼 诶 鱼鸡没了 那么说一下原理啊 暗性点一次普攻 他的本体和影子将各会平安一次 并且能触发两次装备特效哦 所以如此一来 暗性普攻了一下 实际上却可以触发两次漠视 2.5次电刀 以及两次血手 两次寒霜侵袭 最后外加两次阿几点的附加伤害 创伤本身的普攻总计12.5段 伤害数字绷得和机关枪一样 极致的刮杀体验不再聚发反假 敌方的坦克和脆皮 咱们一视同仁 所以朋友们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啊 这就是了 理论说完实战开始 这一把 对面先手把吕布给尽了 并且一楼描锁下喉灯 看到这个情况 朱老师今天必须给他上一个 敌方的下喉应该是代媚双排 他非常的自信啊 但是说实话 金牌50强也有自信的资本 只是很遗憾的是 这一把碰到了朱老师了 朱老师这条 哦不 这个人 他最喜欢的就是杀人且如新 这里已经发现队友正在支援了 那咱们先稍微的私底以弱 把下喉往防御塔这边带一带 这一波下喉的状态很好 所以咱们不要跟队友一起上 免得被他换掉 咱们就不停的用二减能边缘OB 给他上个减速 让他跑都没法跑 但是这一波朱老师略亏啊 头妹K到不说 线还被蹭了 但是不要紧 李师傅啊 在四级以前对于他来说 经验比经济更重要 因为四级 咱们就可以化身变回暗性了 现在编程的玩法清兵特别慢 因此暗性不带逞的玩法是越来越多 其他的召唤师技能我也试过 唯有斩杀是可以直接提升战斗力的 像这里 虽然末世还没出 但是这个伤害嘛 哈哈 一般的坦克那是根本遭不住 而且啊 你想一想 一个暗性带斩杀 谁能想到呢 愈是出其不易 效果愈是起家 可能有的愚言会说了 暗性不带逞机 发育会变慢 其实吧 这么说 你带了逞机以后 反野肯定快 但是清兵的速度会变慢 这就会导致你反野的穿口气变窄 除非队友是顺风 给了对面压力 否则你大概率会被兵线拖的 没有机会去反野 同理啊 你不带逞机 清兵是快了 反野的穿口气也变宽了 但是清野慢 没的成绩还抢不到野 所以这个赛季 你能不能反到野 其实跟你有没有成绩 没什么太大关系 主要还是看 你有没有反野的机会 而转身暗性能单挑强无敌 你向这里5分30秒 几乎是瞬间 就解决了一个满血的夏侯敦 夏侯敦一死 没人看野区了 那此时即便没有成绩 刷野野很快吧 因此彦祖们啊 在这个赛季 你代表的成绩 发育的速度其实差不多 两者的差异并不在这里 两者的主要差异 是打团和带线跑出能力 咱们带了终结 打团能力肯定强一点 同理 带了成绩做了黄刀 那么跑图和转线能力就不会弱 这才是他们的核心差异 那回到这一把 敌方的夏侯被朱老师折磨得勾腔 本来夏侯敦这个英雄就是对线很强的 可惜啊 碰上了对线更强的展杀暗星 他就真的是一点优势都没有 太惨了 太难受了 他这还是双排的呀 我是说万一啊 他的双排就有来一句你会不会玩 那就搞笑咯 所以啊 人一定要低调 一上来就把旅布给尽了 然后一楼锁个夏侯 这不明白 就打算欺负老师人吗 因此今天这一刻 朱老师真心的希望 他能学到一点东西 一定要痛定思痛 深刻的自我反省 想玩夏侯 光进一个旅布是不够的 游戏时间八分钟 对面直接投降了 丧失斗志了 其实再坚持一会儿 没准结局会大有不同 那也是为了让这位朋友的教训 更加深刻一点 咱们先给他点个赞 然后嘛 举报一下